SEH这种顶级相机的成像水准和视频水准 还是要高于S5二代的 完完全全的高于它 所以说现在莱卡的SL3发布了 那么松下呢 下一步的更新相机就是一系列的顶级相机 它能不能带给我们惊喜 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质的改变 和性能上真真正正的提升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你说松下S2代 S2代X发布了一个顾价更新 没有一系列的顾价更新 那从它的技术瓶颈上来说 技术能力上来说 其实还是硬件 比如说有相位对焦的相机 和没有相位对焦的相机 实际上还是有硬件差距和差别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升级 只针对了松下S2代和S2代X 追G9 2代的性能而已 我们不用太过于高兴和激动 顾价出来之后 我们升级就可以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相机 适马有这个 这个PPP什么L这个是吧 然后SPL 然后有它的相机 莱卡呢有它的SL相机 松下呢有它的S5 2代和S5 2代X 还有S1系列这些相机 都是L卡克联盟 但实际上松下的1.8军团 放在这几个相机上拍摄效果 真的都不比他们原厂的那些指标更高的 价格更贵的镜头差 一点都不差 是吧 所以说呢 松下的1.8军团 真的是诚意满满 良心发现 给我们赢有母福利 包括现在设计的这个 100 2.8微距的加入 还有像这种28 200这种小巧的镜头 所以说呢 松下的这个小型画 艺术画 视频画 这些镜头的设计 真的是确实有它自己的水准 而且1.8军团在重量相等的情况下 滤镜尺寸相等的情况下 全部都达到了静音对焦和呼吸效应极佳的控制技术 非常之优秀 所以说 松下用户在选择镜头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优先考虑1.8军团的这几支镜头 真的能非常友好的完成我们的拍摄诉求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你说我拍过人体吗 也不是没拍过 但是我是反对的 我个人是坚决反对这方面 这些恶心的东西 谈不上什么高雅 谈不上什么美 谈不上什么这些东西 实际上 我们任何事情不沾这个女性的时候 可能都要稍微好一点 沾上的时候就乱七八糟的事就来了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找个女孩拍照的话 她其实女性的这个整个的污点 要比男性要低的多的多的多 心里边更污一些 你只要说什么 她都能联想到那儿去 她没别的事 她没别的事 所有的事她都能联想到 男女之间异性之间 她所有的事都能联想到那儿去 为什么她没有正事 不像男人跟男人之间 男性拍女性 实际上有很多男人 她其实是想把女性拍得很美 拍摄心目当中那种特别美的女性 但女性其实不那么认为 所以说男人夸女性漂亮的时候 女性的第一反应都是 往别的那儿想 她不认为你夸我漂亮 我就是美 你说哎 您这漂亮 你要干嘛 女性的观点是那样的 当你说我漂亮的时候 那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是吧 所以说呢 男女有别思维不同 所以说 所谓的私房摄影 我个人是坚决反对 和批评状态 我对私房摄影这种看法和见解是 非常明确的反对 所以说所谓的私房摄影 其实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以摄影的名义行龌龊之事 是吧 大家说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感谢收看 每天看评论 有时候为什么会经常冒出这几个字呢 尤其是 哔哩哔哩平台 今日头条平台 这两个地方 还有西瓜视频 这两个地方的评论 傻圈真多 平台目前氛围最好的还是抖音 抖音的评论效果 评论区的水准还是 应该是正常人比较多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平台上来说 现在也是抖音的平台 效果其实应该是最好的 最好的 然后打嘴仗比较多的 主要还是 哔哩哔哩和这个 今日头条 西瓜视频吧 是吧 这些 抖音上面就好很多 抖音上面还是有 建设性的评论 和建设性交流的 特别多 B站上偶尔也有一些 这个交流 正常的人 但是整体上来说 比较差的 就是评论上面 不太好的这些 就是这些 从地域上来讲 其实根据节目的这个 审查程度 其实不应该说地域问题 但是我觉得 哪都有好人 哪都有坏人 所以说我们作为 新从事自媒体 或者想从事自媒体的人 如何看待你的评论区留言 和评论区的 褒贬评论 一定要从容 淡定 镇静 平常心对待 就可以了 偶尔心里边默念 傻缺真多 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但是从回复上 就不要去回复 这些字眼了 从心里边 可以说一说 然后呢 从操作上来说 有过分的 直接拉黑 屏蔽留言 就可以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 收看 够耐用 保修政策是三年呀 是吧 服务也是特别的好 而且还有我这样的 大咖给 松下相机进行宣传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这大神都给松下都得 都都都都都都站队了 是吧 虽然咱也没拿他钱 也没啥的 但是从使用相机 这几个品牌来说 这几个相机的品牌 品牌相机 我都用过呀 松下的成像 确实 令我非常难忘 确实 技高一筹 松下的影像水准 确实 高于 佳能 高于索尼 高于 尼康 高于 莱卡 高于 富士 那翻译过来 松下现在就是 第一呀 就是最牛叉的相机 但是松下这些相机 做的没有档次 没装逼 没搞别的 斜的歪的 朴实无华 好用 耐用 效果好 价格低 我们作为购买者 作为摄影人 我们还要什么啊 我们心目当中 最梦想的相机 不就是这样吗 又便宜 效果又好 功能有权 素质高 售后无忧 其了 你还要啥 是吧 所以说 还没买松下 S02代 或者松下 S02代X的 还没有从别的相机品牌 换到松下相机的 营友们 行动吧 尽快换到松下 玩松下 用松下 拍更好的照片 拍更好的视频效果 拍最真实的影像感觉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厚爱 感谢大家支持 有什么不同意见 或者相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支持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出了一个镜头 但是 佳能R23和佳能R5的相质 包括色彩科学成像特征来说 还是佳能R23的影像效果 素质水平最高 在它的后续机型没有发布之前 R23和R5的主要关系就是这样 包括它的成像的这个 结像的紧实感 立体感 色彩科学 和镜头的匹配效果等等 都是R23更好 包括R23的高真频拍摄 也比R5更厉害 而且R23呢 如果用好一点的卡 也不存在死机 也不报ERR 佳能R5这款相机呢 是一个问题相机 从它的这个发布到后来 一直到这 第一个是它的发热 这个大家最诟病了 它不能长时间 无限时的录制视频 第二一点 佳能R5经常莫名的死机 或者说 爆这个故障 ERR爆故障 这是佳能公司 一直解决不了的 普遍性问题 还有就是佳能相机 这个高昂的价格 也是现在佳能相机 确实这个 的主要问题所在 所以说 佳能R23和佳能R5 这两个相机 到底哪个好 佳能R23 但是如何选购 那要考虑 你的使用情况 和使用需求 然后决定 到底是买R23还是R5 你只追求好 那毋庸置疑 佳能R23更好 那么你追求 你自己想要的 这个需求的话 你使用的这个需求 还有你到底干什么 用这些综合考虑来说 那你需要R23还是R5 要根据需求最终决定 所以说R23和R5 到底谁好 毋庸置疑 R23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 说看 这些秩序规则的产生 实际上有很多人不讲理了 尤其 可能这句话不太友好 有些年轻人 小带的年轻人 他们靠的就是 无下限和平 规则 社会规则 家庭规则 男女规则 还有等等规则 法律体系在去生存 无下限的 这个靠规则生活 而不是靠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讲道理 讲义气 讲信用 讲诚信去生活了 可能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 处于一个女性主导 社会价值观 女性太多造成的一种社会秩序 形成了一种靠规则生存的这种现实 那么我们作为原来讲道理的这老一拨人 做事情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这一拨人 我们其实也要适应现代的生活节奏 我们也要了解社会规则 生存规则 平台规则 等等 规则的这个遵守和利用 不能靠讲理 去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买卖关系了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得明确的熟悉 掌握各种规则 然后进行生活 进行交易 这也是一个教训 这也是一个教训 所以说呢 明确了这个之后 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能把自己的财务安排好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靠规则 不是靠讲道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这个大力支持 和对松下公司的这个贡献 这个镜头能让我去试用 和体验 也是一个对营友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我个人其实不喜欢做测评 我也不喜欢怎么着 而且这个镜头与松下公司 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砸这个我这个影响力 还没有达到能松下公司 能请我的这个地步 所以我不需要努力 我也不想跟他有什么挂格和合作 我要买这人的镜头 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不用吹灰之力 我为什么没有买呢 是因为我现在真的 没有充足的时间 使用这些优秀的镜头 因为我现在大家知道 我主要是看我闺女看孩子呢 所以说呢 只能挤一点时间出来 给大家拍照 给大家看他的效果 给大家把它弄清楚之后 大家在放心的购买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和陌生感了 我先给大家试用体验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但是还是优先选择 大三元和一些比较好的良心的镜头 24105 70300这种镜头 其实是不错的 算是松下公司早期 比较良心的研发出来的一些 好的镜头 现在我觉得他这些 比如说像 100 2.8和28200 还有2060这种镜头呢 我觉得他主要是为了追求 他这种比较小巧的这种东西 可能反而会受到一些制约 所以说呢 他的水准 成像水准 不会太高 所以不建议推荐 不建议购买 28200这支镜头 就是我做的第一期节目 老头乐 大家尽量的 别二次购买 比如说你 这个你买完之后 你肯定要卖掉 卖掉之后 你还得去买那个 别的镜头 所以说像28200这种镜头 你根本从一开始就不要考虑 直接选择 24105或者2470 70200或者70300 这类镜头 还是比较靠谱的 所以说像这种大变焦比的镜头 只适合一些摄影爱好者 或者说想摄影的人 想象摄影的人 选择他 专业摄影 稍微专业一点的爱好者 就别交学费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不管是从价格上 从性能上 都是不招人待见的 那比如说 你这车开着也舒服 驾驶感也舒服 你配置也高 你价格还便宜 是吧 你还都是以电为 主要推动力 那你肯定给人家造口说了 尤其是那些油车大佬们 各种无数的办法 想着黑电车 前两天看了这个 老罗的一个短视频 老罗抨击这帮人 跟我的见解完全一模一样 连一个字都不差 我说电车好的历史 已经能追索到五年前了 五年前 我就反复的抨击这些油车 被包养的这些油车博主们 集体写文章 黑电车的这些人 我都批评过他们无数次了 因为我明知道这些人就是被包养的嘛 被油车的这个车企包养的 写黑文章的 最早的时候写这个电车的黑文章 就是说换电的时候得买一辆车了之类的 然后电车把这问题解决了 终身三保 然后黑的没法黑了 最后黑电车已经黑到无法黑的时候 上海一个哥们是怎么黑油车呢 怎么黑电车呢 说电车开久了腰疼 那我想那你那个油车开久了腰不疼吗 特别的奇怪 你说这都是什么样的言论的 所以说黑电车 如果是最新算法相机兼容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主流相机 像索尼 佳能 松下 尼康 富士 都能完美的使用这款稳定器 需要了解更详细的VB3稳定器 我们可以直接上智云的官网 或者智云的各种平台的官方旗舰店 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了解 购买 我个人主要是做一个开箱视频 进行整个细节的实际发现和实际感受 在以后的这个视频当中 我将会介绍智云VB3稳定器的使用方法 和我平时用它拍摄视频素材的影像 给大家看 给大家参考 便于大家购买 使用 非常优秀的智云 VB3 这期开箱节目就到这 如果谁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买它 或者想了解它的所有的细节 包括价格 做工 质量 稳定效果等等 评论区 互动 留言 提出要求我 一一满足大家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 收看 生回来 有天 拜拜 我这还有我棒棒糖呢 行 你先咱们去 你的棒棒糖分享给他们吗 分享 我都咱们去那 分享 哎 这分享不着呀你 分享不着 见不着 也很有面是吗 哈哈哈哈 好的 所以说呢 松下镜头的命名法则就是S系列 X系列 R系列和E系列 大家现在就明白了相机镜头的命名法则就知道你手里边的镜头为什么称之为 拜拜 嗯 SE系列和SS系列和SR系列还有SX系列 所以说呢 呃 拜拜 哎 我想吃个小山羊嘛 好的 你不是刚吃完糖吗 还想吃吗 嗯 嗯 那 行 那好吧 你把这个羊包了吧 好不好 嗯 嗯 这个糖是什么颜色的 这个糖不包了吧 不包了 那你拿着吧 拜拜 嗯 这个 行 放是这样放 这样打开插进去 打开 嗯 这样 好的 呃 大家明白了松下相机的镜头命名法则之后 也就没有什么疑惑了 嗯 可以好好拍照 可以选购自己想要的镜头和系列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任何一个相机品牌的钱 所以我做的节目都是真实的 完全真实的节目 有的人说了 你还不够格拿其他相机的这个钱呢 这个够格不够格 不是咱们营友说了算啊 不是咱们营友说了算 也不是谁说了算 相机品牌会有一个中和的测量啊 我在这儿郑重的跟大家说 我不差钱 我也不想拿哪个相机品牌的钱 说不好听的话啊 不差钱 嗯 相机我都随便能买全系列的相机和镜头 哎 我也不想让什么相机厂家送我个相机和镜头 八八千块钱的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叫个事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不愿意被别人招安或者收买 啊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追求的是自由 哎 我追求的是我自己的感觉和真实 我不想拿别人的钱给别人做事情 啊 我想怎么说怎么说 任何人都不能约塑我的这个见解自由啊 见解自由 所以说呢 相机类节目 相机的到底是优秀还是不优秀 要看这个做节目的人 他的身份 莱卡相机和松下相机 是我个人现在留下和实用的相机 哎 最好的成像最舒服的还真的是就是松下相机 虽然他对焦不行 或者其他的不行啊 但是他的成像水准还是挺高的 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嗯 不管是说他好还是说他不好 都是理性的分析 并不是吹或者黑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嗯 这是完全不可取的 特别不可取的一件事 为什么不可取呢 就是说你蹭拍这个东西有有何意义吗 呃 尤其是别人在拍照的时候 被蹭拍其实是一件 非常侵犯别人 正常活动或者正常工作的行为啊 所以说这种行为是特别的不礼貌 我在这倡议和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出外游玩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去做蹭拍这种事啊 蹭拍这种事 我个人对蹭拍是深恶痛绝的 呃 不是别人对我有什么侵犯 无所谓 我主要觉得这是一种无脑行为 这是重重之重啊 其实蹭拍也没有什么是吧 蹭拍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蹭拍呢 呃 显得特别没水平 呃 呃 原来我还带头弟 我头弟有时候去跟我去公园 偶尔也会蹭拍别人的现场 呃 我非常的讨厌 我给他们严厉禁止 我说以后这种事永远都不要干了 呃 永远都不要去蹭拍 为什么呢 蹭拍啊 他与你有关系吗 你你咔嚓按那一下快门有快感吗 还是怎么着 是吧 而且拍完了说不好听的话 你蹭拍完了 他角度呀 他的这个姿态呀 他的整个人物感觉呀 他什么他与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蹭拍这一下 按这一下快门做这个行为 只是令人生厌 没有其他任何任何的好处 啊 为什么不自己去导演 自己去构思 自己去进行非常好的创作拍摄呢 而要蹭拍别人的拍摄现场 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当然了我也不理解这种思维和性格特征 啊 有些人说我看那好看我就拍了一张 嘿嘿嘿 好看的东西多了都要去拍一张嘛 没有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所以说呢 在这儿我建议和倡导大家不要蹭拍 这种行为令人非常之讨厌和厌恶啊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看 汉荣啊 一中天那种的都是一千万粉丝 几百万粉丝 他们都怎么宠 宠得过来吗 所有的所有的这个粉丝都问他问题 跟他提问 他能动能互动的过来吗 再说了他们都做点有价值的事情 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生活怎么提高呢 他跟这粉丝这儿互动 好家伙拿他上哪收入去啊 占用着大量的时间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也宠不过来呀 所以说呢 每个人做一名粉丝 你值不值得博主去宠你 他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做粉丝 不要做的牛逼轰轰的 哎 又有什么事 好像要威胁博主似的 哎 这种人 没必要 你觉得他好 你就关注他 你就当他的粉丝 他有可取的地方 你觉得这人不怎么样 你直接不粉他不就完了吗 你像我不喜欢的节目 我全都敢点 点一下不感兴趣 或者有些人说话不礼貌的 我直接都拉黑了 从不留情 从不托尼多也带水 是吧 哎 不管是做节目 做论坛 还是混现在的平台 其实最终不都是 第一是生活 第二不就找个心情愉悦吗 尤其像我这种人也无所求呀 是吧 有什么可求的吗 这做节目一天挣个块八毛筒 这不有病啊 我跟我闺女每天至少消费好几百 每天都得这样 这也不差 不差这点东西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喜欢松下相机的人 喜欢佳能相机的人 喜欢尼康相机的人 都可以和我来交流 喜欢来卡相机的人 是吧 比如说这些相机咋都有 这都是我自己的相机 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相机啊 不是别人的相机 是吧 都可以和我来交流 友好的交流 真诚的探讨 一律欢迎 但是你谁要说 有什么事还拿着我审问事 或者说有些人说 啊我问你个问题 你是怎么着 是吧 有意见 有意见 那你就离我远点 我最不喜欢对我有意见的人了 我就喜欢爱我的人 我也会爱他 但是总觉得我欠他什么的 这种人离我远点 我特别不喜欢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视频追焦能力确实有所提升 那么在乎对焦性能的人来说 有先选择松下的S5二代 那么第三点区别是 如果你以拍照为主 选择松下S1H 如果你以视频拍摄为主 选择松下S5二代 赵瓶顶